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静庭 哈喽 各位全国观的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Leo 人类都是想要求进步的 有了3G就想要有4G 有了4G就想要有5G 昨天呢 亚太电信拿到了5G的研发权 是不是 他是拿到首家的电信实验 就是第一家拿到5G实验 经过NCC核准的首家 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5G可以引领未来的潮流了吗 5G现在还在实验当中 他还需要一些基础建设 预计到2020年 他正式做一个商转的动作 所以现在是我们可以提早布局相关的5G的一些概念股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投资朋友介绍 到底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个进场布局的动作 他概念股有哪些呢 那4G跟5G到底差别差在哪里 那这个是我们亚太电信 他抢到第一家的5G实验网 那亚太电信 大家都知道他是鸿海旗下公司 所以这一次是有亚太电信鸿海跟焦大 这三个单位一起合作 来做一个5G的实验 他为了他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布局 抢先布局2020年的5G商转的商机 好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5G来了 为什么5G来 其实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在做5G的布局 包含像我们平昌的东奥 那他就已经开始有做5G的实验了 包含今年MWC在美国的旧金山 其实高通他也做一个5G的实验 他是实际实验 实际的实测 不是在实验室里面 所以当他实际实验的时候 他发现比4G还要快20倍以上 每秒的上网输出达到1.4G 哇 这输出超级快 比那个什么中华电信光世代 不是说300MB吗 100MB 300MB 人家1秒是1.4G 哇 输出真的超快的 所以各个国家包含像欧盟 各国家他都开始准备在2018 19 从2019开始就是开始建设 然后2020就是正式开始做一个商业运转的动作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进化到5G 因为5G时代包含像机器人 远端遥控自驾车 包含像车联网 所有车子都要连上网 那车子会自动开车 所以他需要处理很多大量的资料 包含像智慧家庭 AI机器人 工业互联网 这个都需要使用到5G的网路 因为5G网路才够快 速度够快 他处理的资料量够大 所以我们需要5G 因为现有的4G网路 已经没有办法处理 这么大量的一些数据资料 没有办法应付 对 应付不了 对 那我们看一下 4G跟5G的差異在哪里 以前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网路上网的速度快跟卖 就是在于我们这个 频宽大小 4G现在频宽是比较小 大家觉得说上网很塞 所以大家喜欢说 无线上网吃到饱 然后什么4G罩之乱 大家抢的跟什么样 但是大家都往那个地方抢 那地方反而会变得更塞 那为什么以前不用5G 因为5G他属于高频 他高频段 高频段他的波长比较短 他属于毫米坡 所以毫米坡 坡长短 所以这种的坡长 他的穿透力会比较差 那他涵盖的范围 讯号涵盖范围会比较的小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大量的基地台 来就是把这个不足的讯号补足 可是虽然5G有这些缺点 但是5G他的频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代表说他联网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就是4G跟5G最大差异 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可以衍生出相关的商机 既然我们知道他的波长短 那他就需要很大的基地台 所以我们就需要基地台的商机 再来基地台上面 以前的基地台他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屋顶上面 什么加油站 民仔上面很多一只一只的 基地台 然后差密密麻麻的 未来 因为我们5G的波长短 所以他天线也会比较短 所以基地台上面的天线数量会增加 所以基地台的天线也是商机 在基地台还有包含手机 都会需要功率放大器 就是把这个讯号放大 然后再推出去 所以功率放大器的需求也会存在 再来是将来万物联网 所有东西都要连上网 他必须要透过网路交换器 所以网路交换器的容量跟需求 他也会越来越增加 所以这个是未来的 基本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的商机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相关的潜力股 包含像微型基地台 微型基地台包含像钟蕾 企机 致意正文 这几家 其实像钟蕾跟企机 其实他我们看去年EPS都赚5块钱左右 其实获利是蛮不错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天线的 还有另外几家 像这个友训 友训昨天掌听板 那虽然他去年是赔钱的 但股价在低档 包含像这核琴台阳 所以他看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天线的部分 天线部分像这个声达科 还有这个3419的华育 其实两档股有什么意思 一个349一个3419 这个数字就是排列组合而已 但是声达科业绩是比较好的 你看他去年EPS是3.61元 所以看起来 圣达科是比较有机会的 就是关于天线相关的概念股 好那我们看一下 网路交换器 这网路交换器有三家 像明泰智邦 智邦其实像去年是涨很多的 明泰跟神准 那获利最好的就是神准 对好那我们看一下 但利友整个这样子看下来 我最看好的一档股票就在这里 他1到4月份 这个累计营收有没有 创是12年同期的一个历史高 好那最近5年 哇每一年都赚 差不多一个股本附近 哇这个获利是相当不错 而且最近3年 他股价就是很呈现一个往下 横盘打底 就没什么动 可是我们从这个周线图角度来看 哇最近3个礼拜 他成交量底部爆大量 而且他的股价占上所有均线 呈现一个多头排列 所以像这样子的个股啊 就非常值得我们做一个留意 对但是我们像这样个股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股民当家 赖群组里面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到里面去做一个观赏 好那以上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好更多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Leo的LINEET 财经及时通 下一次见拜拜